通往上界的道路有多少? 十号寻到过几种? 下界一直以来都被上界强者当成牢笼 下界中的一切都是强者们可以掠夺的 所谓的下界大劫便是上界强者下界抢夺资源 不过天地间自有大道法则互佑 上界强者想要下界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同样的下界之人想要前往上界也不太容易 那么通往上界的道路有多少? 十号寻到过几种吗? 一、天人族的太古法镇 当初下界大劫即将降临之时 芸汐便一直跟在十号身旁 芸汐此举是因为她想要拿回原本属于天神山的天神护臂 天神护臂能够启动天人族的太古法镇 太古法镇能够带人前往上界 从而避开下界大劫 只不过芸汐并不知晓 天神山中的太古法镇有所缺失 即便拿回了天神护臂依旧启动不了 后来在二兔子的帮助下 天神山成功修复了太古法镇 在下界来临之时 天神山的太古法镇送走了许多人 使得这些人免受下界大劫所发生的苦难 二 神魔之墙 神魔之墙不仅是一堵神秘的墙 而且更是一条古路 相传闯关者若是能通过108关 便可以踏上一条通向极尽的道路 为了确认这条道路 究竟是不是前往上界的道路 十号便将火国祖地 以及黑色森林中的神魔之墙全部打通 只可惜当十号来到神魔之墙 最后一层时 里面的传送阵法已经被人所破坏 就连后面对道路也被人所毁 因此此时的十号并不知晓 神魔之墙的道路最终通向哪里 直到后来十号才知晓 神魔之墙乃是古人练兵之地 一旦通过神魔之墙的考验 在同阶之中几乎没有敌手 而这些精英正是对抗黑暗的新生力量 所以在通过神魔之墙的考验 便会被传送阵传到上界边荒 抵抗黑暗入侵 只不过至尊殿堂的老龟仙十号 一步用过了传送阵 所以十号便再次错过了前往上界的机会 三 云天宫传送阵 当初十号为了前往上界 曾游历过不少宗门教派的秘谛 只可惜这些传送阵都失去了效果 已经无法再传送了 眼见天地法则即将修复 十号必须尽快找到传送阵前往上界 走投无路之下十号只好来了虚神界 寻找金碧大爷和鸟岩 两个老头一番研究过后 于是便将云天宫的传送阵消息告诉了十号 云天宫乃是云祖所栖息的地方 当初此地离原来的石村地址不远 不过后来在山宝出世后 石村便搬离了原来的位置 因此后来的十号并不知道云天宫的下落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 最终还是让十号找到了云天宫的传送阵 凭借着这个传送阵 十号成功地回到了上界 四 十字阴阳地 在十号前往上界之后 下界的天地法则基本已经修复完成 上界的强者想要来到下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在边框之战中 十号经历了太多 此时的他已经心灰意冷 他只想返回下界石村好好陪伴自己的亲人 此时的十号已经乃是虚道尽的强者 想要下界弹河容易 好在有不老山的帮助 十号才能找到一处太阴河和太阳河汇聚之地 此地名为十字阴阳地 在十字阴阳地之中有一道门 通过这道门便能返回下界 不过门内有一道无形的浴场 即便是肉身无比强悍的黄金狮子 进去后都差点粉身碎骨 但十号却不怕这道浴场 使得他能在两地之间自由穿梭 因此这个地方也是十号的专属通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